其實你可以從什麼地方 後來又錄一段 其實後來怎麼錄呢? 其實後來記得喔 這個地方有一個比較特別要注意的就是說 可能你這個公式要先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把這個裡面的資料全部刪掉 這樣才可以 也就是說剛剛錄製的時候有NG的地方 就是你不能直接點擊上面 因為那個動作在Excel裡面可以 但是在這邊不行 最後其實可以做兩個按鈕 比如說按下它這邊執行 按下它這邊清除 大概是這樣 按鈕自己可以去設計 至於怎麼設計等一下我會講 所以喔 特別是剛剛NG我們重來一下 所以我錄完的東西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個錄完的東西會在AppSquade裡面可以看到 所以剛剛的話 我們錄的錯誤的那一段在這裡 叫做Function 後面就是它的名稱 叫做MyFunction OK 那特別是在那個Google試算表裡面 它的開頭叫做Function 可是在VBA裡面要Sub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如果這個不OK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一段頭在哪裡 頭在這裡 尾巴在哪裡 尾巴在後刮鬍分號 所以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OK 這一段就可以把它去掉 另外的話 底下這個 這個 叫MyFunctionE 不過我覺得MyFunctionE太長了 所以我把它改個名稱 叫做MyE算了 OK 後面的話 為什麼要特別改名稱 因為等一下 我們要指定它這個名稱 變成你要自己打上去 另外還有一點 請各位特別注意 這個上面的Function後面的名稱 如果在Excel裡面 是支援中文的 但是後來我發現 在這邊打中文完全不行 OK 所以記得Function後面的名稱 可以改 但是不能改中文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因為我試過 發現不OK 好 所以清除是這一段 叫做MyE 剛剛的那個 這一段的話 是我後來錄的 是成功的 剛剛我這個重錄一下 把它刪掉 所以這個清除OK 我就不把它刪掉 那我把它關掉一下 把它離開 然後我重錄一下 錄製的方式 一樣就是 1 錄製聚集 有沒有 2的話 就是 游標放在這裡 然後把公式貼上 因為我剛剛好像有複製 貼過來 對不對 所以 你可能要先把公式準備好 當然不一定要複製 你可以再把它貼到記事本裡面 貼過來 Enter 好 那你會發現 底下會馬上出現自動填滿 要不要 要打勾就可以了 所以 它更方便 自動會把它填到底下 所以打勾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 把它儲存 名稱要叫什麼 也許叫串接 所以剛剛 這個地方 我把那個名稱 把它輸入上去 也許叫串接 這個就第二次 剛剛是NG 所以就把它重新錄製一下 儲存 好 那 做完的程式 所以其實 我們剛剛錄的東西 就兩段 第一段 那滿貼心的 因為你剛剛錄製 所以它自動會跳出那個編輯程式 指令碼 不見了 不過沒關係 如果不見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進 等於是從剛剛那個地方 點一下也可以 或者是說從這邊點也可以 把它點一下 理論上應該這邊就出現了 在擴充功能 Appscript 裡面點一下 那理論上剛剛有一個正確的版本 是這個版本 剛剛刪掉 它沒有記錄下來 所以最後是把它存檔一下 然後我剛剛錄的應該是這個 myfunction 就這一段 所以其實 我就留養段就好了 這一段是清楚 我把它取名稱叫 這個叫my1 那底下這個叫my2 因為名稱太長 等一下輸入的話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然後最後的話 最後是不是 要把它 存檔 所以就記得 最後你離開之前 在VPA裡面不用存檔 可是在Google市算表 一定要存檔 如果沒存檔 它就沒有辦法 幫你產生你要的結 所以 我這邊的話 是my1 是清楚 OK 或者是說 你可以取一個名稱 是英文的名稱 是有意義的 沒關係 所以這個只要不要是中文都可以 那my2的話 就是執行剛剛的公式 那怎麼看 其實你會發現 它其實也是有機可循的 這一行是什麼呢 游標放在14儲存格上面 有沒有 那這一行的話呢 就是Ctrl Shift向下 然後呢 再來就是按刪 刪除的話是這一行 就沒有clear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將來你要自己寫 其實也可以這樣 看錄下來的東西 參考著來寫 也是可以變出你要的這個效果 那我們 輸入公式 其實就是 郵標這一段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郵標放在14 寫法都一樣 那輸入公式的話呢 其實就是這一段 有沒有 這個物件叫做 工作表 有沒有 sheets就是工作表 然後呢 目前的sale就是儲存格 然後set formula formula就是公式 那給什麼公式 就後面這一串 所以將來如果你要丟公式 也可以參考著做 然後autofill就自動填滿 然後最後 游標呢 再把它放在15上面 不過這行如果沒有應該沒關係 最後記得存檔就可以了 好 那所以呢 我們有兩個 所以我這邊是 買1是清除 買2是這個 就是串接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再到這邊來 做兩個按鈕 那這個按鈕部分的話 我就可以怎麼樣 可以在旁邊呢 指定那個 這個什麼呢 指定什麼 指定馬 然後呢 然後呢就可以 輸入買2 這個是買2 然後按確定 這個的話是買1 OK 你會幫它按下它 它就清楚 按下它 它就自行 這兩個按鈕呢 要怎麼做 接下來我再來看 這個地方把它刪掉 重來一下 這個把它刪除 其實旁邊這邊可以點一下 所以如果你要刪它的話 按右鍵 點旁邊一下 這邊有個刪除 好 那最後的話 這個等一下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確定一下 然後 執行的話 你當然 如果你沒有按鈕 你也可以怎麼 直接在這邊 這邊執行的話 按上面有個執行 比如說我要執行清楚 就是執行這邊 按下去 它會跑 那你會發現執行完畢對不對 你過來 理論上應該就清楚了 沒錯 那如果你要執行什麼 下一段 你這邊可以關掉 這一段是執行公式 你這邊可以執行 有沒有 它就跑了 跑了應該這邊就公 沒出來 它執行完畢了 沒出來 沒出來 執行紀錄 它有執行 那為什麼沒出來 OK 好了 反正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然後再來等一下 我們還會加上按鈕 那按鈕其實可以從這邊 插入 這邊有一個繪圖 應該是 插入繪圖 OK 繪圖裡面其實就可以加了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著把 剛剛錄製聚齊的部分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